为了舒缓教师教学压力 提供教师更多精进时间 新竹市长高恒安宣布 将从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 调降新竹市国民中学 共计7科365位教师的每周授课结束 让学生有更好的授教品质 为了舒缓老师的教学压力 提供老师更多精进的时间 所以新竹市在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 由高市党宣布调降本市 国民中学的艺术领域 综合活动领域 剑题领域 总共有7科365位老师 每周授课的结束 由现行的20节 调降为19节 希望能够透过授课结束的调整 减轻老师的教学负担 提升学校的行政效能 进一步要精进老师的教学 让学生可以有更好的授教品质 高市党表示 新竹市 新竹市非常重视老师的权益 跟学生的授教品质 透过调降授课的结束 不仅可以激励老师的士气 也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 让老师有更多备课跟进修的时间 同时呢 我们也会改善学校的教学软硬体设施 协助孩子多元的学习 提高教与学的品质 实践新竹好学的教育目标 新竹市教育处说明 112学年度调降国中7科教师授课结束 将会衡量新竹市财政状况 逐年调降为目标 以确保教学品质 达到新竹好学的教育目标 记者简书齐新竹采访报道